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講講現在香港的處境 香港的處境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今天雖然非常熱 34度 但是濕度是低於60%的 以前在香港 如果夏天到現在這個時間 是又熱又濕 但是現在我們發覺 熱得來是開始乾燥 但是這個開場白說了什麼呢? 就是現在那個氣候暖化 我相信就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 而是去到很惡劣 那我們的情況 大家會否在最近這個北京河北的水災裏面會看到呢? 這個水災呢 由福建一路到北京 好像說連紫禁城都水浸 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先解答了 相傳紫禁城水浸純粹是因為遊客扔膠袋 扔膠瓶就塞渠了 紫禁城本身你不塞它的渠 它自己不會浸的 因為它本身的黃城那個的疏水設計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其實我發覺大家對這個氣候問題 興趣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我在這裡為什麼都要說呢? 是因為呢 今個星期也真的有兩宗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氣候新聞 它牽涉到裡面那個預報的技巧 還有一些我們平時想不到的連鎖反應的結果呢 是值得跟大家講的 而是呢 我去認真去看一下他們裡面用到那個的數學模型技巧呢 我會發覺呢 如果大家呢 是有興趣 譬如說有子女是供他們去讀書做什麼好呢? 我其實覺得呢 如果在未來世界裡面呢 這些年輕人能夠掌握到那種模型預測能力呢 你做幾行都行 就可以幫你去處理一些人家純粹口和被鬧的問題 你建立模型來去解答這些問題呢 你是會成為很容易成為一個專家 那我會覺得在那種跨科研究裡面那個潛民 是很值得在這裡藉著這個氣候問題跟大家介紹的 什麼是模型建立的? 那在這裡就要講了 氣候本身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問題來的 你地球自己本身由太陽去接收了多少太陽能 裡面有多少能夠吸收到 吸收不到 是很視乎你大氣裡面那個成份和人類的活動 和整個地球本身的地理條件來決定的 所以裡面有很多的因素同時參與 也都是很多時候有些因素改了一點點 就令到結果很不同的 所以你如果說 我如果從那個樓鐵跌下來 我會跌傷跌死 那這個是一條物理公式 很簡單的能量計算 很簡單的觀察 很簡單的系統 因果的關係很明顯的 但是氣候來講 往往就是因為是一個非常複雜混沌的系統 有很多因果關係 你是不會去建立模型 你是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發生的 所謂建立模型的就是 你一定要懂得寫電腦程式 懂得裡面一些比較重要的物理方程 化學方程 那它用數學形式去表達 放在電腦程式上 這個程式是能夠同時 將很大量和很多不同的參數 同時間去考慮 然後將時間和空間 切到很小很仔細的一個點 然後就幫你 去給一個很準確的預報結果 這個預報結果有多準確 很視乎你的電腦運算能力 和你將那些時間點 和空間怎麼切得幼不幼細 在這裡插開一點點 這一節氣候問題來講 其實也是在這個星期 看到的一個報告來的 就是說 如果你想用電腦 來模擬一架超音速的和諧客機 它在風洞裏面 它在超音速飛行狀態之下 它那些周圍的氣流是怎麼樣呢? 當然你在實驗室建立一個風洞 你可以做出來 放一些儀器去量度 但是原來現在呢 你只需要一下 我會說 32顆的AMD的CPU 將它擺成平衡運算 run 33個小時 基本上 你就可以將 這個和諧客機周圍的空間 切成超過10億個這樣的點 你每點去分析上面的空氣 怎樣流動 壓力是多少 速度是多少 從而令到你完全很精細地重複了 這個和諧客機遇到周圍 每一點的氣流是多少 那就是說呢 你現在是可以倚仗著這個運算的能力 倚著你的CPU和平衡運算有多厲害呢 你可以將這些做到很精細 而以往 20年前的世界 30年前的世界 是做得很粗疏 這個預測性很低的 所以我說 你經常說天氣預報做得不好 我會說會越來越好的 另外氣候預報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我會說 它那個可靠性可信性越來越高 還有就是年代年那個金融數學那套系統 那種對於那些價格去定價那個能力 我也都會覺得它會做得 就是會越來越改進 就是因為我們能夠去考慮的因素 和考慮的仔細程度越來越高 在這裏再跳回去氣候的話題 在這裏要插個問題問你 好的好的 人工智能在這件事上有沒有角色呢? 人工智能它幫我們去認得一些pattern 就是它認得哪些參數 它哪些是比較重要 它有份幫我們辨認哪個參數的貢獻的時候 我想是會有它的能力在這裏 它也可以在另外一方面 幫我們用另外一種形式去建構一些模型 來幫我們去預報 來印證我們原本另外一套 那個模型程式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可以另外一方面來介入 這裏要講講其實有兩單 看一下台長你想講哪一單 一個就是說由我們的氣候模型預報到 在這個世紀末 大西洋那個洋流會有可能出現很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這個對於香港來講你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對於一些住在英國、北歐和北美的人來講 這個是我會認為是電影級的災難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說大西洋那個洋流 是被全球暖化打斷了的話 它就會令到你可以數一下 在這個北位大約是50度或以上的地方 原本受惠於那個洋流帶來溫暖的海水 帶來一個溫和的氣候這件事 這個優勢的條件會消失 這個你要看這個圖很有趣的 就是如果你就算找很多北大西洋洋流那些 無論是wikipage還是論文裡面 它很喜歡show一個圖給你看 就是說在世界上同一個位度來講 如果你看回溫哥華、北海道這些位度來講 溫哥華都算氣候溫和的了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北海道那些已經是很冷的地方 尤其是如果你看到內陸的地方 中國的黑龍江、蒙古去到這個位度來講 全部都是冬天就冷得很厲害的地方來的 但是差不多緯度的英國 和那個美國的New England 比較去到緬恩州的那些地方 那個緯度都是這麼高的 但是氣候溫暖很多、溫和很多的 就是你會覺得氣候疑人一些的 就是有些已經可能現在在聽節目這一刻 在英國的朋友都會覺得 哇 英國是難得一個可以就是那個位度這麼高 但是還是相對那些氣候比較溫和的地方 但是這個是很建基於那個北大西洋的洋流 就是能夠將一些比較溫 就是在那個尺度附近一些比較溫暖的海水崩上去 就令到那個整個是好像一個暖爐效應是溫暖了的 但是如果全球暖化是令到那個格陵蘭 和那些北極附近的那些冰山、冰川溶解的話呢 就會令到有額外的冷水 是排放了 下去那個北大西洋的洋流那裡 就削弱了那個洋流、溫暖洋流的能力 就是你想一下就是等於 你倒一些冷水到溫暖的海流那裡 就中和了去 甚至乎也都改了整個海的那個涵度 這裏是直接整體影響到整個氣候系統的變化的 所以現在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你陰些陰些去提醒 那些在格陵蘭上面的冰山溶解 令到那些更加多的冰塊溶了下來 就令到最後是中和了那個北大西洋的洋流 另外就是那個連鎖反應就是令到整個挪威啊 北歐啊包圍英倫三島這些地方 整個原本相對可以溫和一些氣候 就突然會冷了很多 那這件事現在什麼時候發生呢? 很不幸啊 由一個模型預測的話 最快很可能是這個世紀末就會發生 那如果這一刻你覺得我這樣不關我的事了 但是呢 如果在整個氣候尺度來說呢 如果講一百年來會發生的事情呢 其實是很急的了 急而且是中間可能就算是他還沒正式來的時候 你已經在氣候上感受到的變化 就好像台長剛剛你說的 北京這些不知道多少年一遇的大暴雨 那這些情況就會越來越多 那要提一提了 因為他去做這個研究呢 就是哥本哈根大學的 News Pauls Institute 是啊 這是什麼人來的? 就是News Pauls也是在那個 Openheimer那部戲裡面有出現過其中一個角色 他就是在那個二戰時期 被這個盟軍由丹麥那裡拯救了去英國後來 再去美國探訪Openheimer的那位大師級 量子力學的教父級人馬 就是我會說他的地位 就是不雅於這個奧因斯坦的其實 就是我會說 就是 就是 也都可以這樣講 就是哥本哈根大學 他本身也是一個氣候研究 非常積極參與的大學 就是甚至乎他建立氣候模型 他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地來的 嗯 那這件事我們已經比較近一點了 譬如說今次這個華北的水災 我們可不可以推斷為 跟那個全球的氣候變化有關係 那這個意思就是如果是的話 類似的水災不會是一次 對了 這裡又可以這樣解釋了 剛才我們講 英倫那邊 和北歐那邊 那個氣候將會來 就是說很大機會 會凍很多 原因就是那個北大西洋洋流削藥 但是另外那邊 位度低一點 低一點的北京 華北這些這樣的地方 又會出現怎樣呢 原來呢 很有趣了 在另外一個的由 MIT 就是麻省理工大學 他參與的那個氣候模型研究 在那裡看到 就是說 原來是因為我們那個人類的活動 那那個人類活動牽涉到就是什麼呢 我就覺得 哇 你想都想不到會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呢 中國現時在那個華北那裡 大量開狠 大量去種植灌溉 發展農業的結果 原來他說呢 因為這個大規模的 譬如說 南水北調啊 大規模開狠農地灌溉 去生產糧食的過程裡面呢 是會令到整個那個地面 最低那層的整體濕度上升了 從而呢 就會令到整個那個的那些降雨量 還有它那個水氣的那個密度呢 整體上不同了 那麼它那個電腦模擬的結果 就告訴我們 就在這個世紀末 又是在差不多這樣的時間 這個二十一世紀末的時候 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這些 整個華北地區 因為那個農作物開狠灌溉 就會令到整個的溫度上升了很多 甚至乎它的電算模擬是在預告上 就是說去到二零四幾年 二零七幾年 甚至乎去到二一零零年的時候 它那個的平均氣候呢 就會比起原先的全球暖化的溫度 就再要熱些 就是說它熱的程度就會更加高 那好了 那熱的程度更加高呢 其實意味著就是說 它那個大熱和大暴雨的情況呢 是會越來越密的 所以我會直接認為就是說 這次北京那種這麼離奇 這麼厲害的那種降雨呢 竟然是可以令到 原來是跟國家去找多些糧食 去開狠種植呢 是會扯上一些的關係的 那在這裡很矛盾 喂大哥我種東西找食都錯 現在大家不夠東西吃 種是應該的嘛 那這個是對的 那所以在這個MIT的研究報告那裡 就會說就是說 所以在另一方面 你去控制那個碳排放 減少那個溫室氣體 令到自己可以留回更加多的空間 去發展農業去做東西 去種植糧食呢 是應該要做的事 那所以呢 它不是說 就是在這裡的建議 就是不是說 喊中國就不要再種東西吃 野食是要種的 人是要養的 但是另一方面 就要更加積極大力去投入 就是把那個碳排放壓低 所以現在呢 很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回地球上面的統計數據呢 中國大陸在近這二三十年呢 那個碳排放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 而且還未到頂 那他們現在定了的國家目標就是 將會在未來的2030年左右到頂 然後就會逐漸控制下來 他們的方法就是透過建更多的核電廠 但是現在看到呢 就是說 就是 你究竟去到2030年才壓低下來 會不會太遲呢 這件事就是由這個 麻省理工的研究小組給中國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 你要平衡你的經濟發展 你2030年去降下來 你們可能覺得無可口非 但是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很可能再有一些額外因素 去壓縮了你們選擇的空間 就是現在我想在這裡就是最大的警告就是這樣 那中國的經濟復甦 這個都會牽動那個碳排放的數量 是的 但是我們如果譬如說說熱了 你有沒有數據說熱到多少呢 它的模型來說 這個要台長你幫我看回 就是它究竟是去做 如果說的尺度都是零點幾度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比正常的平均溫度高了零點幾 現在我們就說 在2050年我們希望壓制到全球的平均溫度上升 比起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 希望低於兩度左右 但是現在呢 所以如果你說北京那裡突然出現大熱大冷的情況 它熱起上來可以是 都去到更加快達到高了一度 這些情況 我可以給你一個數據 最近是去到40度 是的 當然你要拉回平均來看 你就會多了時間停在40度 就是說你的整體平均 你可能是上升了零點幾 是不是 但是你上升了零點幾 就是你更加多 更加多這些40度的東西會出現 而連帶就是更加多這些傾盤大雨的情況 也都會出現 嗯 那這裡要提提 就是其實這個研究呢 除了MIT之外呢 新加坡原來也都有份參與 不過我不知道是新加坡國立大學還是什麼 就是原來新加坡和那省理工呢 都有一個聯盟 是科技和其他的研究的 是的 因為這裡都看到了 新加坡也很看得出 這些叫做建立模型的這種運算呢 是一個相對比較耗費小的國家資源 就是 但是也是對於這個世界 有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的一些項目來的 就是我覺得甚至乎 就是 香港做研究 你說很多lab 你是沒有的 但是做一個很好的運算中心 來做一些大型有意義 關於全球人類共同關心問題的運算呢 其實是在這些這樣的大城市 是有條件去做的 甚至乎我會說 你只需要仔細看一下 哥本哈根大學的研究報告裡面 列出來的那些方程式 我會直接說 基本上就是一套叫做 stochastic calculus 就是那套是什麼呢 一套就是關乎一個叫做 那些比較隨機過程的微積分 這些這樣的數學來的 而這套東西呢 在金融數學上是用得極多的 是一定要懂的 所以我會說這些東西呢 你掌握到這樣的應用數學 那些叫隨機過程 結合了微積分的這一套這樣的數學 能夠將它擺進去一個方程式做電腦模型計算 我會覺得是 未來做數據分析的人 你要更上一層樓 我覺得是需要去掌握的能力 嗯 好 我們這一套要結束 相當長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